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動畫的部分 首先你要知道動畫它是怎麼製成的 請問為什麼會形成動畫? 因為你眼睛的一個東西 這就是視覺戰流 對不對 你看電影都是一樣 你們有沒有看到那個傳統的底片? 有對不對 那我們那個影片的播放就是因為怎樣? 那個轉動 以前有一個 因為像我們台中有那個什麼 柯博館裡面就有個跑馬燈 有聽過跑馬燈? 以前跑馬燈就會把那個黏上去這樣轉 那你看起來就會變動畫 那麼你看到一般像那個迪士尼或者夢工廠 他們在做卡通傳統的 守護的那種卡通 那個叫曬陸陸片 就是好像我們那個什麼 那個透明的那個投影片一樣 那你就一張一張疊在一起之後快速翻 其實就變成一個動畫 因為你眼睛的那個視覺戰流的關係 會造成說看起來它雖然不是一張一張 可是因為你的眼睛會有戰流 所以你會覺得它好像是一個移動的連續動作 好那 是像這樣 所以你看到我們這裡有 有沒有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人這樣 那最後呢 最後面的就變這樣 這樣了解吧 我現在動作比較慢 那你既然是要做動畫 你就會牽下一個東西 我們做動畫 一般我們在電腦裡面做動畫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各位 你們都是什麼科系 出什麼科的 出道復讀科的 一種就是比較屬於視覺的 就是用眼睛比較容易看的 就是像我們現在這一種 也就是你有沒有看到這樣一格一格的 這個一格一格就代表好像我們底片這樣一格一格的 另外一種的方法是用寫層次的方法 也就是說做動畫一定要這樣一格一格做嗎? 不用 你也可以用寫層次的 好那 當開始的話一般來說 各位是用這種方法是比較容易入門 那更正寫到後面可能有些說我們要做動畫 事實上我們就用層次去寫 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那這個都有優缺 沒有說哪一個好或不好 那麼這個一格一格的我們稱作什麼? 隱格 所以這個叫Fram 你明白嗎? 嗯 白衣也通嘛 好 那播放的速率呢 什麼叫播放速度?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 一格一格的 它是因為播放的關係造成我們看起來像動畫 所以這裡就會播放速度要FPS Fram和Second 每秒鐘多多少格 那這裡我們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Flash從這個CS做開始 它播放速度是24格 也就一秒鐘要播24格 有沒有很多 所以有沒有覺得看法通比較容易 做法通比較難? 哈哈哈哈 這是有沒有看 這要看很快 這要做很久 那早期的話 事實上也是一秒鐘播12格 為什麼? 因為早期網路速度比較慢 所以越多格是再把速度量越多 所以這個 那既然講到這個格數 我們就要 像我下面這個比較慢的有沒有 一秒鐘才4格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有點鈍鈍的對不對? 其實會好像有點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分開的感覺 那一般來說 早期為什麼要訂這個12格? 因為一般來講大致上一秒鐘小於12格 你就容易有點看起來有點鈍鈍的 好像有點看慢動作那種感覺 鈍鈍鈍 極細N5那種 所以說比較快一點會比較好 那既然講到這個我們順便跟各位提一下就是 各位都有通過影片對不對? 電影有沒有通過? 有 電影就是24格 一秒鐘波24格 電影 好 那另外呢 電視呢? 電視的我們台灣用的是美規的 就是我們用的是NTSC用美規的 所以你看電視它也有 只是我們的電視是29.97 或者是30 這樣你了解嗎? 那我們在網路上自然就 Switch的話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現在是24以前是12格 所以這個是你在生活上就有機會用大的 就是他們都是一樣的方法 那再來還有一個 既然你有了影格有了波段的速度 那因為你用的是什麼? 電腦來做 所以我們還要了解一個叫關鍵影格 關鍵影格你看 Key Key不是鑰匙 是很重要的 對不對? 很重要的那個影格叫Key 所以你會看到你看我們在影格上這裡 還放那麼大的 有沒有發現 有這種影格 也有這樣子的影格 有沒有 也有這一種的影格 也有這一種的 有沒有都有不一樣的形式 在搜尋裡面呢 你有看到這個黑黑的 代表這就是關鍵影格 表示什麼? 這裡面沒有畫東西在裡面 那麼如果你看到的是像這一種 也是關鍵影格 可是裡面是不是空空的 然後就是裡面沒有東西 就是關鍵影格 裡面是空的 那下面這一種呢 像這一種的 像這一種的 代表的就是說 我影格裡面 我這裡面的動畫是自動產生的 那什麼叫關鍵影格呢? 就是說比如說我現在要由這邊好了 我由A點 走到B點 那請問 A點 會不會影響它的動畫的結果? 會啊 因為我在這邊路徑是就變這樣 是會影響它的動畫結果 所以這一點有沒有很重要? 有 這一點 是不是會影響它的動畫的結果? 也會啊 你站在下面它就變這樣啊 對不對? 所以這兩點都很重要 所以代表這兩點叫什麼? 關鍵影格 這樣你了解嗎? 那麼中間是由電腦把你自動散出來 所以中間的這一部分我們稱作補間動畫 中文TG翻得不錯啊 補間 有沒有把中間補起來 補間動畫 你了解了嗎? 那我們在Flash裡面或者一般的軟體裡面 電腦到我們算的這個中間呢 你不能修改 也就是說你只能決定這兩點 那麼如果中間你要改可以 你一定要自己插入一個關鍵核 這個地方才可以修改 算清楚了吧 所以你先有一個轉的概念之後 等一下你再來看我們後面的就會比較清楚 那我們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軟體 我們要注意一下那些軟體 我們要我會注意到這個軟體 那麼坦白的那些軟體 把毛巨大 吃